湖北省的阳心县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 阳心龙宴四十八宴 抱起枕头一落间 茶戏爱看一夜天 由此可见 采茶戏在当地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大雪凉凉凉凉凉凉 湖北阳心县采茶戏剧团是目前阳心当地唯一一个专业的采茶戏表演团体 每年像这样的下乡演出能多达两百场 作为一个县级的地方戏剧团能走到今天相当不易 曾被视为南登大雅之堂的采茶戏 在解放前夕始终没有专业的班设 直到一九六五年才正式成立了采茶戏专业剧团 剑团初期老一辈的戏曲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践 丰富了采茶戏的版式声枪不断提高采茶戏的表演技巧 改编遗址和创作了一大批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 为剧团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当时改采茶戏的时候也通过了历史的一些老采茶戏的老艺人 教了我们的老厂乡从那里学习 后来就慢慢地摸索摸索 就自己锻炼了吃苦啊很精艰难的走了一段路 如今年事已高的向东贵老师 退休之后并没有离开自己热爱的戏剧舞台 仍留在剧团给演员排戏说戏 为采茶戏培养后备人才 1998年退休的 但是我退休没离港 从头到尾都在剧团里干 孩子在培养学生 我这个身体里面要大吃一斤的 我光做手术是六次 三次癌 我心态蛮好 清晨蛮好 我很开心的 为什么开心呢 就是说我对他们的一批孩子都成长 采茶剧团有望啊 会发展光大 戏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 为此杨兴县成立了采茶系传承艺术学校 聘请专专业的演员 为学生们开设音乐唱腔表演等专业课程 有目的地培养采茶戏演员 并从中挑选出有天赋的新苗 重点培养 希望能有更多的接班人 把采茶戏一代一代传下去 重生文艺专业要求非常高 有的十年可以出一个好的工人 前工 但是十年不可能出一个好演员 所以说我们就是从 剧团的后级友人作响吧 重点 那么我们在重点呢 就是说十个里头连选三个 我们就很心满意足了 那么三个里头再有一个尖子 那我认为我就教学很达到目的 很高兴 最终的目的是一种普及 普及了以后 你才知道 你才了解采茶戏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东西 假如说 他有这方面的兴趣的话 那一百个孩子里头 他总有几个喜欢的吧 或者他感兴趣的 通接触这个专业以后 他就哎 我喜欢这一行 或许他就来考我们集团了 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一个出发点吧 在戏曲市场不景气的 这样一个大环境下 一个县级地方剧院团的现状 可想而知 在最困难的时候 演员们也想不放弃 但最终又都咬牙坚持过来了 如今的阳心采茶剧团 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帮助之下 又重新焕发了新的活力 那时候有的观众 比较热情的观众 他都有时候会用一个小机子 把我们的一些唱强录下来 以后走到街头巷围的时候 会听到他们在放那个音乐的时候 那个时候觉得 对自己也是比较欣慰的一件事情 做了这一行 你的职责就是为老百姓服务 为人民服务 这就是你的职责 所以老百姓 而且那样的强烈的要求你演戏 那就是对我们一种 可以说对我们一种尊重 做演员的一种尊重 他需求你 那你必须要演 在现在的阳心当地 不仅有专业演员 在传承彩茶戏艺术 还有一大批热爱彩茶戏的 普通老百姓 也在为彩茶戏的发展 做着自己的努力 他们自发组成了香剧团 在农贤之时 自己排戏 自己演戏 这样的演出形式 也成为了阳心当地 一道独特的风景 他们不为条件的索困 在田间搭房子 在地下室里面排戏 还有的在文化工 公园里面也在排戏 还有的都是自己出钱 租房子在拍戏 我为他们这种精神 有时候真正是非常的受感动 他们不图名也不图利 为了个什么呢 就是为了一个乐和开心 还有一个对我们阳心彩茶戏的喜爱 只要观众欢迎 只要老百姓喜欢 我一定就是说 要把这个彩茶戏 进一步地跟这个香剧团演员一起 把它发扬广大 尽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1年 阳心彩茶戏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戏曲春晚的舞台 这也是阳心彩茶戏第一次面向全国的观众演出 能让更多的人知道阳心彩茶戏 了解阳心彩茶戏 是这些演员们最大的心愿 我希望我们这个阳心彩茶巨团发展下去 把我们的全人孩子们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这是我的心愿 自己选择的这一行 就像西主席提出的那个中国梦一样 就是也希望把我们彩茶戏事业吧 能够在我们阳心这个土地上 让它就是绽放得更加涮烂 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梦想 作为一名年轻的演员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 能够把阳心彩茶戏演好 然后一直继承下去 让更多的观众喜欢彩茶戏 热爱彩茶戏 和我们一起唱起来 我们要放开眼光的话 那就要走出去 就是永远不能在这一块里 就比如说井底的窝吧 你在外面能够走出去的话 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心愿 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阳心彩茶戏 那该多好 我们相信这株根植于厄东南的山茶花 在几代阳心人的呵护下 一定会开得更加绚丽芬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